明连今天指控巫统通过代理人 向明连三党国会议员开出每人200万令吉的价码 试图收买议员跳槽 以伊斯兰党沙亚南区国会议员卡利亚都沙默为首的明连议员 还向媒体播放一则5分钟短片 影片内显示一名负责游说的代理人 在和明连议员商讨跳槽 卡利亚都沙默表示 国阵用钱收买明连议员的传言已久 而跳槽的加码还统一为200万令吉 不过代理人说额外的好处是 跳槽议员有机会获得政府工程合约 根据战略运有中心的分析预测 国阵政府或将于来届大选取得至少61%或137席的国会议席 但有可能在柔佛、沙巴及沙拉越三个州属 丢失10个以华裔选民为主的国会议席 分析报告指出 在竞选门3.0大集会出现暴力情况后 马来中间选民已回流支持国阵 不过该中心认为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国阵仍可重新执政 雪州副总警长达威刚披露 根据数据显示 雪州今年的罪案率比去年同时期下降13% 显示雪州越来越安全 他说警方是根据公众的报案数量来鉴定罪案率 然而社会人士是否感觉安全则是很主观的 因为一些人就算脱鞋被偷 也会将事件说成被打抢 严重化问题 雪州普仲14里汉民华小 今日凌晨遭三名分别持枪及搬刀的匪徒闯入 先后制服保安员及食堂老板等9人 节州总值25万令吉的财物 包括一辆轿车和罗里 根据统计 这是5年来 匪徒第8次到汉民华小干案 同时也是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由于干案的三名匪徒 似乎十分熟悉学校的环境 因此警方不排除是同一伙人或涉及内应 森美兰移民局昨晚突击福荣三间夜店 扣捕47名越南和中国女郎 取地行动进行时 在场者已与执法官员产生口角 最后发生混乱而发生肢体冲突 造成一名官员头部挂踩受伤 此外 一名中国女郎为了避开取地 而从窗口跳到夜店顶楼一台冷气机压缩器上 导致小腿扭伤受困 上下不得 最后惊动消防员到场救人 有九克声称目睹执法官员向女郎置石头 但官员否认此事 更多新闻请留意新周日报或浏览新区i.com